各位听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进来收听本电台的节目 现在又是我孙伟光 在这些树继续跟大家讲《人在澳洲》这个讲座 今天我就继续讲三大本能 今次讲三大本能之二 就是爱心 我上次讲了三大本能之一就是信心 即是说这些本能是天生的 一生出来做物主就给了我们 除了信心之外 爱心都是生出来就有的 很少人会把爱心讲成一个本能 不过其实它是本能 在我们中国孟子就有讲 他说測忍之心,人家有之 即是一个同情其他人的心 个个都有的 他说,譬如你见到一个小孩 就快走到他井里,就快跌下去了 你不会有他,你立刻走到他 喂,不要呀,小孩 懒惰他 因为这是人家的測忍之心 即是你不忍心见到他死,见到他受害 跟着孟子又说,測忍之心,仁之端也 他说,人,即是企人边做个义的那个人 他说,測忍之心是人的端端就开始 即是每一个人在他的天性里面都有一种測忍之心 而这种心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一种人心 我们有人开医务所开铺 开张,我们送一块镜给他 叫人心人术 什么叫人呢 企人边做个义的那个人 孔子就说,人者爱人 什么叫人呢 人就是爱 所以在中国来说,我们虽然很少用个人 很少用个爱字,说我爱你 但是我们会用个人字比较多些 所以很少人的名字里面有个爱字 但很多人的名字里面有个人字 以前香港有个足球员叫良能人 很多人的名字有个人字 企人边做个义 因为那个人是等于西方基督教里面的那个爱 好了,即是孟子,即是说 測忍之心,人皆有之 个个都有的,天生出来就有的 所以是一种本能来的 这种人心,这种爱心,是人人都有的 圣经又说,如今常存的 有信,有望,有爱 上上都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 圣经跟着说,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了,不过这个爱心,我们天生也有 为什么天生也有呢 孟子也有说过 他说一个人生出来,没有人说不爱父母 就是一个宝宝生出来,一定很自然爱父母 他一方面接受父母爱 另一方面,他很自然会有一种对父母的爱 他见到父母,他会笑的 假如父母忍他笑,他会笑的 他很自然会,父母抱他 他很自然会走过来 让父母抱住的 当然也有危险的时候 但基本上,你发现一个弟弟一生出来 是一个有爱心的弟弟 是一种本能 不过这种本能是必须不断成长 不断扩充 就不能让他萎缩 你让他萎缩,这个人越来越糟了 我们今天就是看下爱的真理 爱心的本能的真理 第一,我们来看看爱的源头 第一个真理 爱是怎样来的呢 孔子说了一句说话 天生得与余 余即是我 天等于中国古代的上帝 孔子很少提上帝 他自然没有提 除了有一次他引用书经的时候 他有提到 如果不是,他就这样叫做天 在古代,在诗经和书经 天即是上帝 上帝也即是天 即是那位独一无二的 创造宇宙万力的真神 就叫上帝 或者叫天 所以我们中国有天坛 天坛里面没有偶像 中国皇帝代表人民祭天 这个天就是上帝 从古代很早期已经是这样 从周朝,甚至周朝再之前 都已经是这样 孔子说天生得与余 即是我的品德是上天 即是上帝生的 所以我们一切的品德 孔子最高的品德是人 也就是爱 所以他的爱是天生的 这个是爱的源头 即是来源在哪里 是上帝给的 上帝给我们的时候 即是创造我们的时候 每一个弟弟就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品德 其中的就是爱 那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 又说上帝就是爱 所以那个爱是由神来的 跟着在四章七节又说 爱是从上帝来的 所以由于爱是由上帝来的 所以由于爱是由上帝来的 无论从中国看 或者是从圣经看 都是由上帝来的 所以我们想扩充那个爱 想保留那个爱 一发挥的爱 发挥得好 一定是要跟上帝接轨的 你不理他就这样自己在发挥 你的爱心是极之有限的 一定是要跟上帝接轨的 你不跟他接轨 就像插槽 比如我这部电脑 我现在在录音的 他有个插槽 插到插头那里的 插头插到插槽里的 有个插槽里的插头里的 我也搞不清楚了 总之是一个电源的嘛 你要跟他接上了 那部电脑才能做到事 要不然没有电 怎能做到事呢 所以一定要跟上帝接轨 假如我们跟上帝断了轨 我们不跟他接轨 那个爱心就会断了 就会慢慢慢慢越来越薄弱 有些东西都是的 你拿了插槽 譬如我的插槽 你拿了插槽 他还可以剃几次的 那个插槽 他还传了电在里面 还可以剃几次的 再看看他就慢慢越来越弱了 最终就没有了 因为你拿了插槽 跟那个电源断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帝接轨 跟上帝接轨 而且接轨之后 还要不断和他交流 相信他 相信耶稣相信上帝 然后和他不断交流 为什么交流呢 交流就是我们不断和他祈祷 唱歌赞美他 看圣经 圣经就是上帝的说话 他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话 我们不断和他交流 不断有电源 我们有时候说爱是好像电 我们说见到一个女孩 好像生电 但是我们在上帝那里 我们都要不断的充电 才和他不断交流 我们的爱心是不断的保存在这里 并且可以发挥 除了和上帝交流 还有不断的充电感动 基督教很有趣的 有感动这回事 我不知道其他宗教有没有感动 我相信就有 但是比较少说 照我听回来比较少说感动 我们基督教经常都说感动 哎呀我今天很感动 我今天听某某牧师讲到 我很感动 我唱这首诗歌我很感动 其实有很多人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 第一次回教会 一唱诗歌 他都没听过 但他一唱诗歌 一看那些歌词 他就受感动 那种气氛令他感动 感动到他流眼泪 这是基督教很神奇的一件事 因为这个上帝可以感动人 我的爱心一定要不断的感动 我自己很容易受感动 我看了一齣戏 看到一齣戏里面有很多爱心 我就很感动了 比如我看《仙乐飘飘处处闻》 我看了很多次 我每次看《无意中》看 《纽香港电视经》都会有 哇 一个片段又感动了我 他们唱一首歌就感动了我 里面有很多情节都可以感动我的 其实那个感动是来自上帝的 因为他在天上藉着爱心 不断地去搞动我里面的心 动下 拨下 好像一条吉他那些圆 就会有很多情节都可以感动 那我们不断受上帝的感动 我们的爱心就会越来越多 有些事不会越来越少 就会越来越多 我越是将那些爱心给其他人 上帝感动我 我就去爱其他人 当我越给的时候 爱就越多 通常一样东西你越给越少 你的钱给人就少一些 但爱很奇怪的 越给越多 里面越多 因为有个上帝在上面 不断地感动你 这是爱的第一个真理 爱有一个源头 一定要跟他接上 被他感动 第二个真理 爱需要不断地被扩充 不可以停在这里 一定要被扩充 当然我刚才也有提到 交流感动 都是跟扩充有关 关于这个扩充 其实孔子孟子也有说的 孔子孟子怎么说呢 他们提到那个扩充 他们是叫做推外 不断地推出去 他那个推外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好像一粒石一样 你将它在一个湖 一扔扔 扔到湖水里面 扔一声 接着就是波密 一路一路向外散 一路一路向外推 这个推外的意思是 他说首先我先爱自己的父母 然后再爱自己的儿女 兄弟姐妹 妻子 丈夫 就是爱自己的家人 从家里开始 从家里开始 慢慢推到朋友 再推到其他人 再推到社会 再推到全国家 这个叫做推外 孔孟他们这么说 有个道理 就是做好自己先 不要一步想得太大 先爱自己家人 这是很自然的 然后慢慢慢慢推出去 那么孔孟这个推外 理论上都很对的 但是里面有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你像一个小石一样 你一扔扔到水里面 噔噔噔噔 那些波纹 就是越推就越弱的 越在外面散就越弱的 就是越弱都是没有了 就是推不了多远的 问题就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个人的力量 是很小的 当然孔孟就不相信 他们认为个人的力量 是很大的 人的力量很大 这是孔孟的 虑家思想的信念 好了 孔孟起码是说退外 就是爱心不断要扩充 就是要扩充 起码他们两个都有这么说 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说呢 就是说博爱 就是一步就要爱人 爱所有人 爱世人 就是一步就要去到那里 而且要爱上仇敌 就是一步就去到那里了 很不实际的 所以虞家思想的人就说 基督教这样很不实际 你怎样一步就爱你的仇敌呢 一步就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呢 但是其实是 实际上做是有困难 但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呢 基督教一开始就将这个 绝对的标准提给你 你要爱人 爱所有的人 并且爱跟你没关系 爱不可爱的人 爱你的敌人 一步就将这个标准放在那里 一个字都要标准放在那里 成为你的目标 然后你就想 哇 不行的 你觉得很大困难 但是当你有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会发现 咦 做做一下原来也是可以的 为什么原来可以的呢 就是因为你不断受上帝的感动 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 上帝都爱我了 都不嫌弃我了 为什么我不可以爱 那些不可爱的人呢 我自己都不可爱了 我得到很多缺点 满身罪污他都爱我了 叫耶稣来为我的罪写十字架上 我为什么不可以爱其他人呢 那你发现 原来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自己都试过 爱敌人是足够到的 原来初初我以为做不到 我死都不会爱他 谁知道原来是发现足够到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最后都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你有没有能力去爱敌人 有没有能力去爱所有人呢 那如果凭我自己是没有能力的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软弱的人 我怎么可能爱我的敌人呢 但是基督就可以给我们能力了 我记得以前罗马尼亚 当他是一个共产国家的时候 基督徒是受迫害的 当时就有一位牧师 罗马尼亚的牧师 就被政府一个官杀了 就是坐牢又杀了 杀了他有一天 他说有个小孩要求见他 说带了一花来送给他 他说这么奇怪 是谁来的 他真的有个小孩带了一花来送给他 他说你是谁来的 他说我就是谁的女儿 就是被他杀了牧师的女儿 他说他很害怕 因为我是信耶稣的 耶稣说你要爱你的敌人 所以我也爱你的 虽然你杀死我爸爸 哇 这位罗马尼亚的军官 当堂整个很震惊 整个上有这样的事 很奇怪 这个罗马尼亚的军官 不是军官 就是一个官 后来他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牧师 这是真事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的 一个小孩都做得到 因为基督的爱感到我们 我们就是有能力 在我自己的一生 我曾经有些人跟我作对 我当时很激气 很反感 但我在私下祈祷的时候 我都常常为他们祈祷 求神帮助他们 赐他们健康 赐他们幸福等等 虽然我后来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 万一有机会见到他们 我不会不理睬他们 我主动向他们压仇 你好嘛 表示一种善意 虽然和他们坦白聊天比较困难 但起码我表示一种善意 这种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来自我自己的 就是来自耶稣 因为祂是爱世人 所以我们都可以爱世人 归根结果就是一个能力的问题 可不可以一下拨爱呢 你不断的充电 不断的在上帝那里支取那种爱心 你都可以做得到的 好了 爱的源头 爱的扩充 现在就要讲爱的第三个真理 就是爱的萎缩 爱原来可以萎缩的 你不去扩充它就会萎缩的 怎样爱萎缩呢 一个人本来有爱心 后来变得越来越没有爱心 其实很简单 有很多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自私而萎缩 你只是爱自己不爱其他人 那你的爱心就不断萎缩了 这个自私的萎缩有时真的很奇妙 有时在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没有了这种 就是慢慢没有了爱心 我自己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 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了 这位同学 我们中学生而已 都是十几岁 大家很天真的 谁知道这个同学 有一段时间 每个下午跟我吃饭 陪我聊天 我心里有点奇怪 他为什么会经常跟我聊天 我又不觉得他很好聊 我以前也试过有些同学 跟我好好聊 大家很老友 聊得很开心 但是我感觉上 我又不觉得他很好聊 那为什么他经常找我聊天 做什么呢 他突然间聊了很多天 几个月 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 孙岳缩 你这些英文怎么学回来 可不可以教我 有什么方法 我一听 我说 原来你跟我做朋友 是想我知道英文怎么读回来 因为我英文全版最好的 其他科就不太行 有些数学、物理、化学 那些就是根根合格 或者根根不合格 是这样的 但是英文我一知独秀 全版最好 这个同学就很羡慕 所以他就这样来问我 你问我不要紧 如果突然间有某人家 突然间有些英文怎么学回来 也有很多同学问我 我就解答他 我怎么学的 我没有问题的 直接一点 简单单 但是他要花了很多时间 跟我聊聊聊聊聊 聊了几个月之后 才弹一句 好像轻描淡舍 其实他没事的 他想收买我的人心 用友谊来收买我的人心 其实他不用的 他一句问我就可以了 但是我看出这个人很狡猾 我心想这个人很不简单 他以为我不肯告诉他 我这些秘密是不会教他的 以至他要用很长时间 才弹出这句话 他问我 我就回答他 但是我回答的时候 他不是很相信的 你看到他的样子 就是他觉得 咦 我有没有说大话的呢 会不会我很自私 有什么秘密的方法 不肯告诉他 你发现他都是这样的 这个人有问题了 后来毕业之后 我有一天遇到他 他发现他的爱心完全没有了 就算对他自己的太太 对什么 我发现他的爱心完全没有了 爱心萎缩 也不懂得 原来朋友之间有个自然的爱心 你直接问我我可以直接回答你 完全没有问题 我可以帮你 我帮很多鸿河的 如何学好一些英文 因为自私你是会萎缩的 还有因为环境你是会萎缩的 你自己本来很好人的 有帮这个有帮那个 后来你发现 帮了没用的 那些人不单止不多谢你 后来你有要求要他帮助的时候 他不帮你 变成他还害你 就是欣张仇报 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失望 你说不要了 我为什么要去爱人 我爱人都得不得好报的 好心不得好报的 所以很多情况之后 就因环境的缘故 所谓环境都是人 其他人 其他人都没有回报给你的 你的爱心是会萎缩的 萎缩之后的后果又怎样呢 就很严重了 你的人就变得很自私 很枯干 其实你的爱心萎缩很惨的 你的人是会变得很痛苦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你去爱 也没有人去爱你 你也不相信有任何人会爱你 这种人生是十分之痛苦的 是十分之不需要羡慕的 不过其实根据耶稣的预测 全世界的人的爱心 整体来说是会萎缩的 到世界快末日的时候 爱心是会萎缩的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不发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漸漸冷淡了 这个是马太夫音手说的 爱的相反不是恨 而是冷漠 你以为爱恨 不是爱就是恨 就是争 原来不是 爱的相反就是冷淡冷漠 有时一个人恨 另一个人更好 他还有一个感觉 但当他冷淡了就没有了感觉 所以耶稣说 因不发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漸漸冷淡了 为什么说不发的事争多呢 因为现在 你在一些地方 看到个妻子在街上跌倒 你很深 你想帮她 你帮她 反而她告你 说你推跌她 要你给她钱 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 现在很多时候 就算墨尔本雪梨 在市区有人打劫 有人追杀另一个人 加上一些人事不见弱 事弱无睹 不敢去帮 因为一帮就连累自己了 所以这些 耶稣说得对 但不发的事争多 去多人的爱心才漸漸冷淡了 我想有爱心 我都冷淡了 不敢去帮人 因为怕要连累自己 你说惨不惨呢 现在这个问题是很大问题 但耶稣一早已经预测了 所以在孟子的时候 你看到那小弟就快落井了 立刻走过去 不要 但现在在印度 有这样的情况 有人特意把小弟推到街上 等被一辆车车死 然后他就说 你陪啊 你不小心车死我女儿 原来他专专的 你说几衰 这些不发的事争多 很多人的爱心就漸漸冷淡了 我见死不够 我都不够了 因为原来他阴我的 那问题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的人的爱心 开始萎缩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上帝 我们就不看环境 我们又不计较回报 当然我们遇到一些地方 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 我们要小心 免得被人害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因为相信这个上帝 我们可以继续爱人 譬如我在澳洲 我可以继续爱人 不是的 好心未必得好报 没错 好心未必得好报 上次我说信心也有说 我继续以诚实对人 我继续以爱心对人 为何呢 因为我信上帝 上帝会报答我 上帝也会报应你 如果我对你好 你反而不单不对我好 还害我或者阴我 上帝会报应你 圣经说 身冤在我 我必报应 由于我相信上帝的报应 我又相信上帝的报答 所以我可以继续爱人 很坦白说 各位听做 我已经试过很多次 我在遇到一些关键的时刻 当我对人好的时候 人家对我还不好的时候 我发现很奇怪的 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局面 哎呀 这个上帝原来他在报答我 给了我一份很大的奖品 我是如先想都没想过的 而且这个上帝赐福给我的健康 赐福给我的家庭 我又发现上帝报答我 我不需要你报答我 我帮你 我不一定需要你报答我 这个上帝自然会报答我 而且有些人他害我的时候 上帝会报应他 我在这里无谓说上帝怎么报应 不过事实上是真的 我少了几次 有几次很迈身的 上帝会报应他 由于我相信上帝会报答和报应 所以我不怕我继续爱人 我爱心不会萎缩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时间又到 我们下次再和各位再谈 拜拜